唐代在我们中国史上是非常强盛的一个朝代 它创下了很多成绩,都是令后人赞叹无比的 也是中国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朝代之一 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亦或是政治上等 都创造了空前绝后的诸多辉煌成就 文化教义也是辉煌无比 更是创下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大唐盛世不仅让国人佩服,也让世界佩服 然而,就在大唐的文化要有着更大一步的飞跃性进展时 竟然飞来横祸,大唐神话也因此改写了 此横祸乃是安史之乱 从此,大唐开始走下坡路 虽然仍然存在一百多年,但再也没有往日的光环 我们都知道,没有安史之乱之前是歌舞升平的 安禄山发起战乱之火,也让唐玄宗彻底清醒了过来 这场叛乱,险些将祖宗打下的大好江山给改朝换代了 而唐玄宗之爱妃杨贵妃也因此事件被杀,给唐玄宗一个极大的打击 形势所逼的境况下,唐玄宗将皇位传与儿子李亨,在零武成帝,也就是史上的唐宿宗 唐宿宗深知责任重大,更是一心想要平定叛乱 而李隆基为躲避战乱,率随冲前往四川 那么,唐宿宗就必须找到一个能受任此番战役的将领 在经过一番思考与斟酌后,唐宿宗想到了李四叶 李四叶是一个非常有军事才华的人 他的战绩非常之辉煌,作战不仅有勇还有谋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领之才 因为作战多次取得胜利,特别是击败吐蕃军队 更是被称为神通大将 莫刀是唐代非常出名的一种兵器,李四叶耍得非常棒 作战时,李四叶非常擅长使用此兵器 李四叶更是不负唐宿宗之王,收复了诸多地方 在公元757年,安禄山因自己家族利益之争 而被棋子杀死 这个进攻叛军的大好机会,唐军当然不会放过 李欲带领部队要与叛军决一死战 不过,可惜的是,战斗力还是不敌叛军 被叛军混入了唐军大营,扰乱军心 眼看着唐军就要大败 这时候,李四叶冲锋陷阵,英勇无敌,大杀叛军 此举更是让军心大振,恢复了雄心,冲锋陷阵 虽然也遇到了叛军埋伏攻击,但在李四叶的带领引导下 最后叛军骑兵,伤亡殆尽 这场长达六个小时的战役,唐军最终取得了胜利 虽然最后唐军取得了胜利,但是李四叶的军队死伤也颇多 而他也受了剑伤,本来是想在军营修养康复在上阵 可是战谷凸晓,而此时的他也深深地知道 军队需要有一个振奋英勇的氛围 才能够让军队拥有着饱满的热情,誓死如归必胜的决心 所以李四叶大喊杀敌,振奋士气 但也因此导致伤口破裂 再加上来不及处理,最终失血过多,牺牲了 唐素宗得知消息后,更是痛心无比 后来,其子被素宗封习爵位 已是对李四叶的敬重及褒奖 在当时处于安事之乱的境况时 唐朝还能够收复长安洛阳等师弟 实在是一个让人非常吃惊的战绩 如果没有李四叶如此英勇无畏 那么,唐朝在那里或许也不可能有着如此的攻击 而他的杀敌武器末刀 也和他一样创下了诸多辉煌的战绩 和他的人一样流传百事 让世人惊讶无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